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音樂日常的影片啦 那我們今天目標就是要做一首音樂 那我以為我這支影片需要背景音樂 那我想說我自己做比較快 那我們這支影片的風格就比較陽光 比較低對比 然後比較 輕柔的感覺 所以我們也要把這些元素融合在音樂裡面 那我自己平常如果有空的話 然後心情好我就會拿著鋼琴自己彈一些曲 然後我就會用手機把它快速把它錄起來 像是這樣 其實這樣子就有點像是把我們的想法寫下來 只是我們用影片的方式來記錄下來 那我們這樣子要做音樂的時候忽然沒有想法 我們就可以翻一下我們之前彈的一些曲啊 或者是一些和弦 來聽聽看 如果有感覺的話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把它音樂做出來 那我做音樂的軟體就是用這個 Ableton Life 那這個軟體就可以直接用MIDI鍵盤直接輸入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USB 接到我的神奇的鍵盤上面 因為它剛好有MIDI鍵盤的輸出 然後我們就直接錄到電腦裡面 就不用再慢慢的一格一格去放位置 OK 第一部分完成 我們要繼續加油 我這個派對...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門品 他為什麼我們是上碁 就應該要 나왔tu 但是你能搬上來 所以我們在著門 按著我 太好了 然後就沒那麼 mechanical 很 graves 噴現在裡面 好了那我们的元素跟我们的想法就差不多先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电脑在Ableton Live里面稍微玩一下 然后多一些音色 然后就是调整一下混音混音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OK所以我们家的几种乐器就是有钢琴 然后有弦乐 然后有一个有点空灵的一种频率 然后再来一个直有点笛之类的 然后再来一个嘟嘟嘟 就听起来很可爱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挑了这些音色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排列组合 然后来混音了 那我们有这个APC Mini这个升级的板子 那你就可以快速的挑选我们要一起播放的音乐 所以我已经有编排好 第一排就是我们要第一次播放的 第二排就是第二次要播放的 那我们可以随时依照心情 然后来重复再播放 那或者是我们想要依照心情抽调什么乐器 我们就可以随时把它抽调 那你随时想要solo什么乐器 我们就可以solo拿一个乐器 就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混音它就有一些简单的推轨啊 你就可以慢慢的自己混音 那我自己是喜欢把我们的 下面这一排控制变成solo 就变成我们在播放一排音乐下面 那我们要混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挑选这一个乐器 我们就可以推我们的fader 这样就控制还蛮方便的 那我自己就不会把fader改到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一个控制盘没有电动的推轨 所以它不会自己去调整我们不同的功能 所以我如果换到不同的功能的话 我这个推轨就会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下面推轨就维持在音量的部分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排列组合一下我们的音乐 就看我们要轮回几次 然后我们要多长的音乐 那我们现在就来慢慢的按 来录制一下吧 OK 那我们的排列组合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细微调整的混音 像我刚刚推轨推的就是一个 大概整体的大小声 那如果我想要渐变的话 我就是用滑鼠自己在那里慢慢拉 就这样子可以慢慢把它混出来 感觉我需要 诶 这个乐器要渐渐的变强 然后那个要慢慢的fade out 就我自己都可以来调整 所以我们刚刚做的就是一小节一小节 唯一个单位 那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复两小节的 那我想说 诶 如果两个都是loop 然后就是都重复一模一样的 感觉会很无聊 所以我们会单独点进去后面那一小节 或前面那一小节 让它去调整一下 诶 去改变一下音符 让它听起来变更有趣一点 那至于每一个小节 每一个小节之间的变化 这个我就没有什么头绪 因为我也不是专门做音乐的 反正我是觉得听起来就是怪怪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是 风格不连贯吗 或者是 就是感觉中间好像要加点什么 就是修饰一下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修饰 反正就能听就好啦 嘿嘿 反正就是做开心的 好啦 那差不多这样子 我们就把那个小提琴的鬼 从一开始比较小声的 然后我们慢慢提升氛围 然后就直接断 然后就是没有小提琴的部分 然后直接接上小提琴 就是 诶 有点 就是整个气势起来的时候 就是在压轴 然后我们让整个音乐结束 我只有单纯调小提琴 因为我觉得小提琴比较可以带起整体氛围 哦 它不是小提琴 它是整体的 所有的弦乐 因为它没有分什么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因为它就是你给它音符 它就做出来 反正 这应该有点像是大提琴的部分 那 就是比较有磅礴 比较有氛围的部分 那我们后面压轴 就给它起来一点点 让整个氛围起来 其他我就没有再调整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大提琴可以带整个氛围 其他就是一样的声音 而且下面两个就要 下面这几个乐器就是辅助而已 声音都压超小 甚至像是这个只有-27 -17dB -23dB 只有小提琴是比较高 然后钢琴就是主线 所以我想说就是让它一直持续一样的声音 就是有大小声 然后就是我弹出来的那种动态范围 然后它仔细听出来 而不是去改变整体的大小声 Yeah OK那我们的音乐就这样 在一天之内完成啦 那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它丢到影片里面 当优美的背景音乐 那这一首音乐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 跟大家多多分享 就是丢到YouTube或其他的平台上面 但是如果丢出来的话 我一定会在下面放连结 有兴趣的话去听一下吧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日常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日常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